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我是中文投资长的分析师Branch。 昨天太忙了,昨天没来得及跟大家做这个节目,然后今天我们再继续。 那三大指数呢,继续出现了向上的走高,而且今天的QQQ是一个跳空的缺口上行。 大家都知道我前一段时间都是看空的嘛,很想知道我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呢,我还是告诉大家,我继续维持一个看空的观点不变。 为什么是维持看空的观点不变呢? 主要是市场现在没有形成一种多头的迹象和多头的排列。 虽然这两天长得很多,而且今天呢也有跳空的缺口,证明一种强势。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没有出现多头的排列的状态, 所以呢,我就不想做一个提前的预演,说这个地方会变得反转。 因为一旦假设说我认为,我假设说我预演这个地方会变得反转的话, 那么我做多了,结果它没反转,那岂不是多空负贝受敌?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呢,我是在它给出来明确的多头信号之前,我是不会去做这个多头的。 就是不会是做那种全仓性的多头,我们一直也是一半空一半多嘛, 基本上是这么个状态的局面。 那为什么这一丝不大一样呢? 因为你看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均线的联合,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多头排列的状态,很久没有出现死差了。 所以呢,现在这个也没有几天的时间, 50线均线横过来,20线均线上去, 我们要看到一个金叉的效果, 看到一个多头重新排列的一个布局。 那么如果是真呈现多头排列的话, 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我也没必要,非得去抓这个变盘的起始点, 这一天就得进场。 那你看一轮上升通道里面, 我们能抓住中间的这一波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没必要把前头的这一块和后头的这一块, 我都必须要抓住手里面, 是不是? 所以挑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进场, 更稳妥一点, 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有人问说, 今天的QQQ缺口这么大, 是不是代表接下来一定会回补? 那不一定。 在技术形态里面, 突破的缺口是可以不补的, 反转的缺口是可以不补的。 那怎么证明反转呢? 我觉得今天我想用教科书上跟大家讲, 就是有一本书叫做专业投机原理, 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大的投机家Victor, 他写的这本书, 很说华尔街的追捧, 专业投机原理。 书里面呢, 他讲了一本一个方法, 就是说一轮下跌行情当中的刺激反弹, 刺激的这个波段走势, 到底是刺激回抽, 还是说变成反转的这个新一轮的起点呢? 只有走出来才能知道, 提前你是确认不了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不是反转我不知道, 我们再走着看, 将来如果这里变成了多头排列, 就像我说的那个位置的话, 他应该就是反转, 这个缺口就不需要补了。 但是如果没有走出来那种状态的话, 比如说我们看今天的道琼斯, 这个就是道琼斯指数的K线图, 又没有突破, 是不是没有向上做突破? 那震荡之后, 这个双波调整之后再往下怎么办? 再来一个三重底怎么办? 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事情。 我们回忆一下去年那个, 看一下这一段时间, 市场在这里的这个轨迹, 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应该是19年8月份的事情。 市场涨了上去, 从高点掉下来之后反上去, 然后下来, 上来, 这个图形两阳加一阴, 多漂亮的上涨状态, 第二天一根过渡K线, 结果第三天咔砸下来, 然后才形成了这阳调整。 所以你这个地方谁能保证, 他就一定能上去呢? 或者说应该这么讲, 在他真的没上去以前,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有一所收敛, 稍微的就是防护一下, 这个是我觉得的这个道琼斯的情况。 基本上道琼和纳指讲完了, 我也没什么太多想说的了。 然后UVXY没买就对了, 他这个UVXY这个地方, 你们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这里, 我跟大家去分享过吗? 就是说我也看跌大盘, 看跌大盘呢, 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 这个UVXY呢, 如果向下走破了, 破位了, 就不能再继续持有了。 对于这个UVXY呢, 他就是经验告诉我们, 只要是经过一波横盘整理, 向下破位, 即便你觉得他还是大盘有问题, 那感觉这个地方好像能涨的样子, 最好还是先退出来, 观望一下比较好, 结果好了, 你看现在大盘其实没谈多少, UVXY废了, 一轮心地就出现了, 反正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吧, 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一下经验的问题。 然后最近这两天呢, 在其他的我没什么想跟进的了, 中概股我觉得京东还是不错的, 京东这个图形看起来还是要breaking out, 看起来这个地方是要继续去往上秃的, 挺好挺好挺好, 然后阿里也不错, 看起来中概股呢没涨完, 看起来应该是没涨完的, 这两天港股因为台风的问题, 比较讲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就修饰, 那我觉得恢复之后呢,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样子。 Uber也很好, 然后呢有那么一些产品呢, 就是我一直讲的, 就是航空啊中概啊这两个产品呢, 就是无论大盘怎么样, 你都是可以持有这些产品的多头的, 为什么要持有呢? 因为保不起哪一天, 市场突然会出现一条消息, 哎呀这个口服出来了, 或者疫苗出来了, 或者是解禁了, 比方说今天的我看美联航就是说增加了大西洋海岸线附近的航线, 过两天的话再把太平洋附近的航线什么再增加一下的话, 这岂不是整个的复苏就开始变好了, 所以要放到那个地方, 以防止随时出现消息, 再就是我们的那个咖啡股, 我们的咖啡股这两天表现的很好, 最近连着涨能涨了个百分之, 我也不知道看百分之十能有了这两天涨, 而且后续还是非常看好的, 然后大家还是那个问题想知道咖啡股就散二维码, 然后加我们的微信, 让客服告诉你, 客服帮助你, 好吗? 行,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然后还有NVAX, 前两天我看有人问我NVAX是否还在, 还在, 我们在底下这块, NVAX在底的这个地方加仓了一下, 加仓了一下NVAX, 然后这两天抬起来, 我也没走反正, 我看看他能不能把从这个下降的状态, 慢慢的变成一个上行的状态, 看看能不能往上走到上沿边这个地方去运行, 看看能不能走到这上头, 就差不多怎么也是个180往上吧, 所以180往上呢, 我有倾向于把我最近在160多块钱, 这块加的NVAX给他卖掉, 或者给他减仓,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